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数很具有代表意义 打疫苗的估计都有20个亿了 病毒只有两个亿 疫苗有20个亿 在所有文明社会 他们以各种方式使用了各种语言 以威胁来讲 责任也来讲 充满爱也讲 你应该是对别人 就是一切的语言来希望人们打疫苗 希望人们打疫苗 也就是疫苗就是生路 疫苗就是一切 疫苗是你的爱 疫苗是你的责任 疫苗是你的品质 我只能说人挺可怜的 人很可怜 昨天到两个亿 你知道疫苗什么时候开始打的 英国最早12月7号 美国差一个星期 12月14号 英国开打疫苗的时候 伦敦开始出现英国变种病毒 美国开打疫苗的时候 英国的变种病毒就开始爆发 在南非出现了南非变种病毒 而在打疫苗的时候 当时全球感染的人数大概8000万 大概8000万 你可以查那个数 当人们看那是从1月份到12月初 当人们开始打疫苗之后 打到现在 现在是8月初 对不对 9个月 9个月 在人们拥有疫苗的背景之下 在人们有条件的人拼命打疫苗的背景之下 人的感染感染了1亿1000万到1亿2000万 1亿1000万到1亿2000万 然后你看谁感染的人数最多 那就往前排吧 那数都是公开的 中国你就给他提出去 共产党那都是高级动物不是人 所以他不在排表里头 共产党叫高级动物 他不是人 他不在排表里头 你看那个表都是假的 那你会发觉 大部分是发达国家 无论他的钱财 无论他的文化 无论他的经济 无论所谓人的品质 所谓人的品质 都叫精英了 都是靠钱的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加拿大 这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那也就是说 疫苗是他们先战胜的 好东西是他们拿走的 文 这个理论是他们宣传的 药是他们造的 病毒也是他们散的 开玩笑 然后他说你应该干嘛 你一路走过来都是你的错 那是你把你自个人给哽了 然后你跟他说你自个把人整了 他都是他们没听我的话 什么跟习近平的话一样 习近平说了 你们都没听 听懂我习近平思想 所以你们都是笨蛋 所以你们出事了 笨蛋的都是你们 好蛋的是他 天底下就这么一双好蛋 在西方的社会是同样的 所以那同样的基础是什么 选举是欺诈的 还被一群骗子 撒旦骗了亚当 骗了夏娃 说你充满智慧 你吃了果子就充满智慧 那你的智慧不就是背叛神吗 所以他是欺诈了 欺诈了这个夏娃 那夏娃犯的毛病是什么 神造的他 反过来他抱怨 那神不给他智慧 咬了一口苹果 如果现在你看 那苹果手机卖多好 这圈圆了 这圈圆了 在我眼睛里 这些东西就是笑话 这是很真实的一种循环 但就我们现在的人来讲 我以为就是到了一种 佛家里叫末法末节 所以人没得救了 这话 人没得救了 当人们去自己努力的时候 当人们在根本没有能力 去认识自己的努力的本身 是一种纵欲跟贪婪和下贱的时候 就是这样 因为天地间是控制的 我跟你说个最简单的例子 从零到九 其实零是超越一到九的最大的数 零不在其中 为什么 从一到九你能数得出来 你能看见一个两个三个 到零那里看不见了 所以零是超越于人的 零 就是零一二三四五的零 就是佛家的无 道家的空 傻瓜 所以你看那个零 九十 后再加一个就变成九百了 再加一个就九千了 你看那零 零最厉害 加一个零就完蛋了 其实隐喻当中是这个含义 那一到九控制的一切 一到九控制的一切 一到九控制的一切呢 那九它是从一个空间的角度 可以从空间的角度 但是呢 它又反映出人的生命的本身 皇帝叫什么 皇帝叫九五之尊 为什么叫九五之尊 五金木水火土 九涵盖了于人能知道 从上到下的所有的生命 如来菩萨 这个这个罗汉 三界外的 如来菩萨 罗汉 三界外的 福西 神农 宣源 三界里头的最高的神 玉皇大帝 人 地狱的鬼 就这么排的 这是我想跟大家解释 今天我们能够遭遇到 说句心里话 能用人嘴巴说出这个东西来 这就我以为遭遇到 根本就不可逆转 不可改变 一切都定数了 所以我们才说 那个明明你疫苗产生的时间 跟现在增加的 就是感染的人数 它是超然的 它是等同的 没有任何媒体 没有任何政客 没有任何专家 去明确的告诉朋友说 这个东西有问题 而疫苗到现在 所有疫苗 没有任何一家疫苗 拿下了正式合格证 你们家开业 大家开业 你得领执照 他们都没执照 卖银的都得有执照 得有健康证 他们都没有 但是几十亿人干了 他们没有执照 美国药品监管局说 到下个月才给他们执照 只给辉瑞执照 其他还不给的 但今天你看到的国家政策 国家的管理 都是以暗昌 以留英暗昌的方式 当成正规 留英暗昌 你看那个健康中心 那这边卖银的健康中心 我看的都是神 那大陆人呢 写的简体字 说你拿着保险 可以到我这来进行这个按摩 寄院可以收保险 这荒唐到这份上 那你 他是啊 你如果你有保险 你给他保险卡的话 本来是 五十块钱搞定事 他收你一百块 反正花了也不是你的钱 那个小屋子里头 外头排队 我看那车都排队 简体字中国人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所以这是今天社会 我说的意思 我们看到的堕落的故事 那个谁也管不了 不能管 这是天意 咱说句南京话 不能管 让好人从中看到 他的肮脏跟龌龊 能够超然 让好人看到这一份肮脏与龌龊 意识到自己灵魂当中 与他同类的东西 你有多么的肮脏 这是进化与升华的过程 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 半年增加一亿确诊 世界卫生组织说 富有的国家 不要追打第三针 现在都在追打第三针 美国拒绝 法国 德国下个月打第三针 九月份 那九月份 这个九月份 美国药品监管局将给辉瑞执照 营业执照 那当这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阿南德说 九月份可能会出事 等到法国 德国 美国开始打第三针的时候 以色列第三针 应该打得差不多了 他就那么点人 天天打 所以以色列是接种疫苗比例最高的 当他打到第三针的时候 那按照阿南德的说法 说八九月份将出现剧烈的动荡 今天的人 活着的人 其实很多都没卖 我们看到的 我自己在报新闻中 看到的就是非常的乱 妖精鬼怪兽遍地都是 在人居住的地方 你看到乱七八糟动物什么都会出来 在城市里都会出来 所以在人中 在人中有好人 同时更多的是妖精鬼怪兽充当的人 他在我们看到的 你会看到说 有狐狸呀 有蛇呀 有乱七八糟东西 怎么会出在 这出在人住的地方呢 其实是这个 在古书中都是有 那为什么 就是人变坏了 他这么报 说要追打疫苗 美国拒绝 那他就不报说 这个疫疫确诊 是与疫苗同生的 疫苗没能阻止 人们去感染疾病 他不说 对不对 他不说 他说疫苗管用 说得给穷国 非洲没有 那地方最穷 他们没有大爆发 他不解释 大爆发的 是打疫苗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